近日,康叶West在韩国举行了音乐试听会 据发现,多位知名韩国流行音乐明星出席了此次活动 其中包括Tune1,Trader,Azpa和Nugens的成员 出席演唱会的Nugens成员,宾吉,Daniel和Hani 随后也在VIP区被拍到与CL和敏智交谈 然而,由于康叶West的备受争议的过去和反犹太主义历史 这些偶像出现在他的试听派对上,很快就成为了煽动性话题 网友则批评Nugens参加该试听会 并质疑成员们是资源出席还是被公司指派出席 世王表示道,我喜欢Nugens 但他们为什么要参加康叶的试听派对呢 很难相信他们不知道他的争议 不仅Nugens,Azpa的JCL也面临攻击 24日,JCL在IG晒出一系列照片 其中包含去康叶West的试听音乐会的快照 对此网友希望他删除该帖子 但JCL并没有这样做而受到批评 另一方面,有网友为他们辩护 评论说,去听抗议的演唱会是犯罪吗 音乐的交流上应该区分不必要的争议 对此,大家怎么看待呢 欢迎留言 爱到韩社,每日结束最新韩语 欢迎一赞和订阅哦